字幕提供 李宗盛 李宗盛 博士其實都維持回到 講了這個本事文 不是啊 有觀眾問會不會改變 對於衰退的預期 剛才聽你這麼說不會 你都是預期明年第一季尾第二季初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嗯 所以 那個美匯呢? 因為美匯 美匯都是啦 你急的那一陣扔下去都扔了 慢慢移低一些 挨近100個支持都很強 嗯 美匯才誇張 是啊 好像已經在減息那樣 扔到 嗯 我想 他現在在報多少 我看不清楚 104 你 吞低一些是可以的 但是通常匯市你走回76點幾那個比例應該差不多 就是通常 通常如果單邊東西呢 就回調就382而已 一半就很厲害了 嗯 如果你說上下隔過的那些東西 譬如匯市那些 通常都不止的 通常下一半 大半 七十六幾是一個位置 那你當作四分之三 那你當作四分之三 那可能去到一百邊而已 差不多 一零九幾 上到一零 九十八 九左右 上到一零七 八左右 那你走回四分之三就差不多八邊 嗯 那邊是比較強的支持 不一定到的 你可能是一零二、一零三的支持都開始出了 OK 其實這個減息的預期呢 就不單止美國的 我見到有觀眾 叫做博士你怎麼看英國的通脹都回了 不是英國的CPI 我猜就是那些行 這個歐央行和英倫銀行 又是明年甚至是比美國還快去減息 因為本身基本面的質地不會差 都不會差很遠的 一季了 現在的央行都合好 都一起停了 加息都 大家通脹不同 狀態不同 都一起建築加息週期 嗯 那你如果真的要減息一齊做 嗯 所以你看明年 就是這個film都是 步入這個減息的週期 不過那個原因 不是好像那些行銀行估得那麼美好 是因為衰退 因為衰退所以其實它是需要去減息 就是我們接下來的投資的轉 衰退是一個比較穩陣的看法 這個知識谷線倒掛了這麼久 倒掛得這麼深 OK 我們這些狐假虎威 有一隻老虎在後面 我們都是廿文廿武 就是 就是你 你恃著它這個可靠的指標在後面 是沒有死的 是啊 是啊 你跟它打對台沒什麼好處 沒什麼好處 嗯 我想說一下那個香港樓 因為呢 博士你出了一個拼圖 就說其實呢 香港的樓又不是很 就是不是太關閉口事 就是一個周期 周期影響出來 那麽最近呢 就看到 就是某大法 又不是說完全不關 不過 你不賴得了它 應該這樣說 公道一點 嗯 就是以前來說呢 我很多年以來 我都寫過很多次 那個拼圖的關係 就不是很大的 不是第一次寫的 以前也寫過很多次 就是真的 數據上發現都不是很大的 嗯 以前來說那些拼圖沒有動那麼厲害 比如你十幾年都沒有什麼動過 其實拼圖真的 不多動到它 嗯 但是現在你 就是 拼圖呢 就 顏色有加急 多不少有些影響的 突然間一動動了幾厘 你說完全沒有東西是假的 很多人 但是 你也是考慮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自己本身 都有你自己的經濟因素 大陸在爆煲 那爆煲那些也是 那你如果摔加了那個因素之下 那我就 我沒有做過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大陸爆煲因素 丟在息口一起去拆解的話 哪邊大一點的效應呢 我都很難說 嗯 但是我看你的圖呢 就是 你的原因都是說 因為外邊那個衰退 那香港就不能夠獨善其身 那 還有呢 你看到2027年才轉過 那用97度 用97度就是了 你不喜歡的就用81度那次去量 81度那次跌三年就早點完 不過用97度那個就量得準些 拼圖就會漂亮些 用81那個就不太像 97那個就比較像 如果好像你的圖這樣說呢 其實現在都是亞洲金融風波 不過上次就是亞洲除大陸 今次就是大陸除亞洲 那我見 那我見 那我見其他 亞洲國家都做著防風措施 就是比如南韓那些都禁止 nick short sale 這些更加多餘 就是你一個 一個這樣強硬干預的 絕對不是防風 浪費 是啊 因為旁邊那個國家都已經做了 但是又是照顧 因為我見 如果你看到 就是你圖看 去到2027年的話 那外來的衰退 你對正一點就給你講 外來的衰退 不會去到2027年吧 那就是當外面的衰退 完成了 然後復甦了 但是其實 亞洲這邊都還沒搞定 又可以連環衰的 97那個時候就這樣 連衰三制 這麼慘 香港近年都試過 近幾年都試過連環衰退 不太出奇 常見的這個 尤其是這麼大的槓桿 去槓桿 泡沫爆破 是不是 樓都要開玩笑 14億樓 有30億樓住的 你覺得槓桿一兩年去了 我覺得不行 成十就差不多 甚至其實 新樓的存貨都很大 那就是我見有大發展商 最近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都說 他們現在賣樓的策略都是賣得快 好世界 就是除了息口的方面 翻錢的嘛 你想想 真的有些 香港的地產商 現在的股價跌得很厲害 真的存有東西 對不對 嗯 不過樓價 樓價就是你一點點 有些真的住的為主的 那你就買賣兩閒 是不是 那就沒辦法了 買賣兩閒 那他不賣 你就沒有價 你就看不到他跌 就是當然了 如果他是要賣他不減他當然賣不去 他又可以不買 那不賣就不要賣了 那你買他你也不買 是 怎麼賺錢 不是 因為看他的股算 如果不是你當然了 如果有買賣 不用搞到那兩家東西被人告 壞了 是不是 唉 是 因為按照 剛才我講過大發展商的股算 那他就說 現在那個新樓的存貨 就差不多超過兩萬貨 他說如果要回到一萬貨以下 那你的樓市才轉小 那就是有時間了 就是起碼你的存貨要先消耗一半 但是其實現在呢 又不是太急於入市 甚至連環都 二手都很多些劈價 什麼呀 買家 是啊 當然 食口這麼高 還有現在的年輕人 終於知道什麼叫加食 終於知道 啊 公樓 原來要公多些 我真的有聽不少人這樣說 連我自己的朋友都是這樣說 所以其實 你公多些 濕濕碎 地主不用公樓 濕濕碎 就是 好像他所說的話 是有排 那那個樓市才轉小 是的 那二來呢 那你明天減息 你就開工少些 不過到時候衰退 就是了 所以說現在還買東西 你別說衰退更衰 更衰 那些東西跌得更快 純粹加息 其實都不是殺傷力很大 說真的 人工都跌了 本身人工都沒有加的了 人工都跌了 衰退怎麼知道人工跌了 人工都沒有了 沒有了 但是 衰退的定義就是失業率上升 到時候都不知道 兩種飯都吃不吃到 我今天去看 那就是餵吃飯 吃飯就肥 哦 就是大家餵 喂 那減肥藥生意 我不吃肉肥 講完之後你都覺得好笑 喂博士 那衰退之下減肥藥 沒那麼好生意 吃少些 沒錢吃 少些錢吃 那一定會瘦的 所以他吃不在垃圾吃 可能 不壞的可能 哈哈 就是自暴自棄 哎呀 反正都沒有工回來的 躺平在家裡 不是 你如果好日子的時候 走去那些 快帶 在餐廳裡 大大碟就小小睡 吃不飽的 那都要吃薯片的 吃完快帶之後回家吃薯片 吃薯片這些 你個人喜好 我就不吃薯片的 但是 如果你是甜肚計 一天三餐來計 如果你那三餐是吃得衰的 就是吃了 增肥的 其實都是會肥的 增幅才便宜 增幅才便宜 嗯 嗯